官资缠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星期四针对作家卡罗尔 起诉他诽谤的审讯出庭作证 特朗普在不到四分钟的共证当中 坚称卡罗尔是骗子 并强调自己没有性侵卡罗尔 80岁的卡罗尔早前宣称 特朗普曾在90年代 在曼哈顿某家百货公司更衣室 性侵自己 却遭到特朗普反指是骗子 因此反而起诉特朗普诽谤 并锁偿至少1000万美元 陪审团在去年5月裁定 特朗普性侵卡罗尔事实成立 构成名誉诽谤 因此在这一次审讯当中 陪审团只需要决定赔偿的数额 有关判决相信会在星期五出炉 特朗普目前是美国总统大任门候选人 这种案件也成为了政敌攻击他的武器之一 也好 有关復国有助力的武器 经历过去年5月份 甚至是美国总统大任 团队 看命是不太过的 请进去年6月份